可以嗎 哦哈哈哈 變失敗了 超誇張的 這應該至少有4公斤吧 3-4公斤以上了吧 這個的話是麻油土雞粥 這個是韓式豆腐鍋 然後它的蝦子給超多 這個是南瓜干貝蛤蜊鍋 然後再一個的話這個就是螃蟹鍋 這個是給整隻的花蟹 再加這個鮮蝦 裡面還有像鷹魚啊蛤蜊這種 都有在 它這樣子一大個那麼大兵你臉還大 這樣子才260 欸270了 7隻8隻耶 然後裡面後面還有蛤蜊耶 而且它的蛤蜊是很大顆的這種 台中的宵夜就是這麼的 胡思無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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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大家好,我前竹,外星人 今天晚上了,我們在台中這邊應該是西屯區 寒流要來了,他說晚上會降到快10度 所以說我們今天剛好晚上吃的,剛好搭上這條線 我們要來吃在地有一間 我那時候看網路上是介紹的是非常浮誇,非常誇張的一個海鮮粥 他好像有推出螃蟹粥,我等一下來拍給大家看 走囉 醫生說我牙不好,醫生只能吃軟飯 其實我們剛才本來是要點生鮮打架的海鮮粥 我看起來是有神仙打架鍋 他看起來是有螃蟹跟龍蝦還有蝦 可是後來我們就看到這一張更誇張 那既然我們都是拍浮誇戲出身的,我們就要來點這個 大四喜,超誇張的耶,它是四分之一耶 然後它裡面是有分很多,它有粥品還有附小菜跟飲料 好,那我們就弄這個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自助的餐具,而且它很貼心 它是有放這個弄螃蟹肉的還有夾子 那我看它還有附這個芥末,沙茶,辣豆瓣跟辣油 感覺這個辣油等一下加那個海鮮粥應該不錯 你看台中就是豪邁 帶帶看喔,這是小菜喔 這是小菜,它光是這個魚在台北就算一個主菜了吧 它這個是台中的小菜 給你整條魚也是不為過的 對啊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在吃完白飯,光小菜我們就可以吃一餐了 牛 housing 沒有,贏起來 很彈牌 這超誇張的 這應該至少有四公斤吧,三四公斤以上了吧 差不多 然後它整個是4個,你可以放下來了 這個的話是麻油土雞粥 這個是韓式豆腐鍋 然後它的蝦子給超多 這個是南瓜干貝蛤蜊鍋超多的 然後再一個的話這個就是螃蟹鍋 噔噔噔 你們可以嗎 可以喔 OK 我自己個人是很推的一個 它這個是給整隻的花蟹再加這個鮮蝦 裡面還有就是像魷魚啊蛤蜊這種都有在 它這樣子一大個那麼大比你臉還大 這樣子才270了 這個很划算 這個真的超划算的 我們既然是浮誇出身的呢 我們就要來吃這一鍋啦 對啊 好 那我先來吃吃看這個 麻油嫩雞粥 噢 它有勾地耶 好香喔 都是那個麻油味 這應該要把它攪在一起 真的是超香的耶 吃吃看 噢好好吃喔 它的麻油味道超重 可是它不會太鹹 然後雞肉我吃吃看 好香喔 雞肉也好吃 它有點淡淡的 中藥香 好吃耶 肉好肥喔 全部都是肉 來吃吃吃 直接吸吧 吸到它中風 吸到它中風 你等一下還可以開車回去嗎 哇整隻腳耶 這個是蟹棒 對啊 過真價值的蟹棒 這個可不是假蟹棒喔 吃吧吃吧吃吧 超爽的你 哈哈 好 哇 又來一條 觀眾以為是那個 那叫什麼 你幹嘛一直重播 沒有 這不是重播 哇 牛魔 娘子快跟牛魔王出來看上帝啊 欸 為什麼要說又呢 為什麼要說又呢 這個韓式的蠟鍋 這到底是幾隻蝦啊 七隻 八隻耶 然後裡面後面還有蛤蜊耶 而且它的蛤蜊是很厚 很大顆的這一種 然後這個也是 滿滿的全部都是蛤蜊 主要看喔 你看喔 它的蛤蜊都是這種肥的耶 汽水泡的蛤蜊喔 哇 哇 我快不行了 我真的快不行了 那個爆開裡面是 沒有南瓜味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海水的那個鮮 那個鹹味 超棒的 這樣才270耶 媽真的超便宜的 整隻的花蟹 哇 真的超多的耶 它所有的角都在底下 這個把它弄一弄 欸 油蔥加那個胡椒粉 真是最配那個 閃一閃發光啊 我幹嘛超級鮮 我罵髒話的 真的超級鮮 喔這真的很棒 這好像不是貢丸耶 吃木魚啊 嗯 超級鮮 所以這一整鍋全部都是海鮮 我覺得這個一鍋應該可以兩個人吃的 啊 啊 好你看啊 這裡面 它裡面還有很多這個耶 帶肉的魚皮 膠原蛋白都有了 南瓜蛤蜊好啊 其實基本上我現在吃到現在 它是沒有 沒有應該是沒有放胃筋 因為嘴巴還是沒有乾乾的 對 它應該是用那個高麗菜去燉它的甜 好鮮味 對 所以有點像南瓜濃湯的那種感覺 那你吃吃看它的蛤蜊 它蛤蜊真的超棒 哇 肥的肥的 有爆漿對不對 水泡破 水泡破掉了 水泡真的破了 水泡真的破了 對啊 那真的很棒 你看 這一排 這邊全部都不是粥 全部都是干貝 一口塞 好那你要多付500塊 這四個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麻油真的很好吃 然後海鮮粥我覺得也不錯 海鮮粥的話它是有加那個油蔥跟 胡椒去提它的鮮味 真的很好吃 來我們吃小菜 可是它這個小菜跟主菜一樣大 金針 這應該是類似鱈魚啊 它上面有放那個 破布籽 好吃耶 是甜的耶 魚肉是甜的 我本來以為小菜 麻麻糊糊糊的 真的是很棒耶 甜的 我想配一碗白飯 它的海鮮都很新鮮 因為我本身很怕海鮮的臭臭皮 目前沒有吃到有臭臭臭 整個的鹹豬肉 它旁邊還有放那個醋 蒜頭醋可以讓你解膩 這好吃耶 你吃吃看 它沾旁邊的那個蒜頭醋 好吃齁 這有水準 對這有水準的耶 好想配飯喔 真的 它這一個蝦豆先幫你剝殼 對耶你看 它的蝦子其實 它的中間段是有幫你剝殼的 對啊 很棒 你看 韓式豆腐鍋 上面還有一塊魷魚 韓式也不錯耶 它帶一點辣味 可以說 你把旁邊的口味比較鮮的吃膩了以後 你可以吃這個辣味的 解一下 台中的宵夜就是這麼的 樸絲無華對不對 它靠山色還有附四杯的飲料 那有奶茶跟紅茶可以選 紅茶還不錯耶 紅茶還蠻香的喔 各位現在的話是十點 然後我們基本上 要投降 對 要投降 不過基本上我們料已經吃了差不多 七成了啦 然後剩下的是底下的那個 海鮮料跟那個粥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趕快 我們剛才摳了台中的 朋友過來支援 等一下請它打包回去 讓它吃三噸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這家店有加 吃太多吃到今天 怎麼都打螺絲了 對這家店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的資訊 放在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Google 去看一下這台稿 好啦 掰掰 好 好